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绿色会计今天是第二次的课 坦白说绿色会计这两次的课 如果要在正式的课程上面去修 我自己在台北大学开的课 是每个礼拜三堂课 要整整教一个学期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浓缩在两个小时的课里面来讲 有一些东西 其实我自己 我也是每次 大家可能可以发现 我那个简报都给得很慢 实际上我都坐在那里 一直撞墙 就是想说 应该要怎么来呈现这个东西 特别是当我们在讲这个绿色科技 或者是一些绿色相关的政策 那这边都是一些跨领域的东西 那绿色会计呢 我们经常会听到 可是呢 它的那个领域 它的那个领域的专业性 跟其他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所以这个还是同学们 还是就是我们来试着看看 那今天要讲的部分呢 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过 绿色会计或者是环境会计呢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总体面的部分 那就是绿色国民所的帐 那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上个礼拜谈过 那这个礼拜呢 我们要讲的是 个体面的这个部分 叫做企业环境会计 那我这里只是一个简介 一个很简单的introduction而已 就是有一些概念 那特别是 特别是 在企业环境会计这一块呢 目前 目前在国内呢 事实上它推动了 已经有七八年了 你可能很难去想象 国内已经推动七八年 那那个成效呢 不是那么好 成效不是那么好 我刚刚看了一下同学 同学有人问到 这一类的问题 我们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成效不是那么好的原因 我们先来谈一谈 什么是企业的环境会计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推动的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那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 这个内容 第一个我们再来很简短的 再看一下绿色会计它的类型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两个 我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接起来 那再下来绿色会计 我们今天讲的是企业环境会计 所以我们先从 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的环境会计 这个部分来着手 那我要谈的是环境保护活动的需求 为什么我们环境保护活动越来越多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 环境保护活动 企业的环境保护 企业被要求去做环境保护活动的 这种机会跟那个越来越高 那所以企业必须要有一个环境会计 我们来看看环境会计是什么 那企业的环境会计 它有一个发展的动力 那这个动力可能跟我们 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台湾已经七八年了 那感觉上 感觉上成效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 它这个企业去做这件事情 它的动力到底是在哪里 那以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事实上最早推动 这个环境会计的是美国 但是美国它是由环保署 美国的环保署去推 那从1994年 他们就开始有很简单的手册出来 可是呢之后呢 日本它在2000年 2000年开始推动 那日本的做法 因为做得比较成功 因为它就由日本 等于是由上而下 日本的政府它制定了一个 企业环境会计的编制的 这种架构 然后就交给企业去做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如果有兴趣 你上网 你打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那大概跑出来的 最先跑出来的 都是一些日本的跨国企业 都是一些日本的跨国企业 它公布它的 绿色会计的一些结果 所以日本它现在目前是国际上推动 企业环境会计这一块 推动得最好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日本的企业环境会计 它到底 它要记录的是什么 我们快看一下 然后再来呢 就谈一谈我们台湾的企业环境会计 台湾的企业环境会计 在去年 前年 环保署出了一本指引 那这个指引的是 在96年的时候 我忘了 我做的那个计划是95年的 环境关系 我忘了 应该是96年做的 我当时帮它写了一个指引的草案 那第二年 它要变成指引的时候 我就没有去接这个计划 那由其他人接手 那这个指引做完了之后呢 我发觉 跟我原来指引草案 所规范的那个 那个精神 有点 违背 所以呢 我今天我不去讲 我们现在 企业环境会计里面 在做什么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环保署的网站 那你可以去看到 我们的企业环境会计的指引 那我今天要讲的基于时间等等这个关系 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的 我国的企业环境会计 我们应该要 在做 在 做这个环境会计的架构的时候 我们要掌握哪一些方向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的内容 那前面这里很快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我们有两个 一个总体面跟一个个体面的环境会计 总体面呢 它要记录的是 一个从国家的角度来记录 环境跟经济 环境跟经济的这个资讯 那个体面呢 是从个别企业的角度 那个别企业的话 我们就不再谈 那个是经济跟环境 大概从个别企业的话 它会着重的是 它的财务 它自己的财务 它的成本 它的收入 然后跟这个环境的关系 它做了这么多之后 它做了这么多的环境保护的工作 它投入这么多的成本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环境效益会产生 那这个是个体面的环境会计 那由这个图你们上个礼拜看过 那我这里我要再去强调的就是说 个体 总体的绿色国民所得帐 总体的环境会计这一边 这个如果你要编得好的话 它有一些资讯 是要从个体面来的 有一些资讯要必须要从个体面来 那个体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 那里面的资讯呢 它会 会总起来变成 编制绿色国民所得帐 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它不是独立的 它们两个是相关的 是有关系的 那这里我们再很快 稍微再看一下 绿色国民所得帐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主要的工作 绿色国民所得帐的主要的 那个工作重点是在 配合经济活动 然后会去收集 整体的环境面的资讯 评估 我们要去评估环境止损 自然资源责号 还有一个叫做自然资源的服务价值 这个在上个礼拜呢 我没有谈到这一块 我们谈到的是环境止损 环境止损是说 你污染了 你对环境造成污染 那环境的品质就会下降 那这个就叫做环境的止损 那我们在绿色国民所的帐里面呢 你环境 比如说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越来越改善 那你可以去看比较 比如说现在正在开发的这些国家 如果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大陆它因为发展程度很高 可是呢 它的那个所有的人民的这个思维呢 企业政府 它的那个环境的环境保护的思维呢 还没有跟着起来 所以呢 我前不久我在看到 比如说中共它现在它要发展 整个渤海湾的那个经济 那可是呢 你如果真正你去看那个渤海本身 它几乎是已经变了一个死海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沿岸的这种工业 还有这个居民所排的这些废污水 都到渤海里面去 那现在是一个污染非常严重的一个水体 那这个东西 我们我们就可以看 就可以看 我要发展经济 那我把渤海整个变成死海的话 那这个我的代价是多少 那绿色国民所得帐就是在评估这个 我环境环境变坏了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它的货币价值是多少 然后自然资源责号也是 我把这个自然资源都开采了 那这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它到底值多少钱 有多少钱 那自然资源的服务价值 服务价值指的是说 有时候自然资源呢 我们不是直接去利用这个自然资源 而是自然资源它可以提供我们服务的价值 比如说你的森林如果保持得非常好 那你有这个芬多金 所以你到森林里面你去森林育 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价值 那如果我把森林砍了 这个服务价值就不见了 那我就要去评估 我如果有森林 是有这个森林的服务价值在那里 没有这个服务价值不见了 所以砍掉这个森林 它的成本就是我所上司的森林 带给我的这种服务价值 那绿色国民所得帐就是 把我们的所有经济活动的 这个加融起来 就是我们的国民所得 要去减掉这些东西 那所以减掉这个东西就叫做国民所得 那绿色国民所得帐的最大功能呢 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谈到 就是它可以最后应该 suppose给我们一个 好那我们的绿色国民所得是多少 我的green GDP是多少 可是呢在计算这个的整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要收集非常多的环境跟经济的资讯 那这个环境跟经济的资讯呢 最大的用途是 我们怎么用这个资讯来 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保育决策的重要资讯 所以绿色国民所得帐的最后那个数字 它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在你收集这些资讯 那你怎么利用这些资讯去做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生态保育等等这个决策 所以下来如果是这样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环境会计 那我们现在我们下来的问题就要问 那什么是企业的环境会计 为什么企业需要建构环境会计制度 这个关企业什么事呢 那我们下面来看看 就是整个环境保护活动的需求 环境保护活动的需求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 我是用一个流程图示的方式来呈现 可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经济体系在这里 那经济体系的周边周围呢 就是一个环境体系 经济体系呢我们主要是生产消费这种活动 那经济体系呢要生产的话 一定要用到环境体系的自然资源 也就是说环境体系呢会提供经济体系自然资源 那经济体系经过生产消费 这样过程之后呢 它会产生一些污染物 这些污染物呢会排放到环境体系里面去 那这里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呢 就造成我们要有这个环境保护的活动 因为你如果排放到环境体系的污染物 废余物 这个废余物这个是绿色国民所得帐里面特有的名词 特有的名词 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些污染物排放 它现在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如果经济体系的这些厂商 它不去做污染房子的工作 那所有的这污染物直接就排放到环境体系里面去 可是呢 如果那这个环境就会很 就会很不好 品质将会下降 那 那如果这个厂商呢 他在把污染物排放到这个环境体系之前呢 他如果做一些污染房子的工作 那排放到环境体系里面的污染物就会减少 可是这里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厂商他要去做污染房子 所以对厂商来讲 为了环境的因素 厂商必须要付出什么 污染房子的成本 那污染房子 这个在我们经济学里面 就是污染这件事情 在经济学里面呢 我们说它是有很强的外部性 什么是外部性呢 就是说 你的行为 会去影响那些无辜的第三者 那就是叫做外部性 那外部性有时候是正的 有时候是负的 如果 比如说 我觉得像你们学校 就有一个很强的 一个正面的外部性 我今天来你们学校 我通常都是直接车子搭到这里 可是今天呢 我就觉得 天气这种样子 那你们学校好漂亮 松树好漂亮 我就半途 我就下车走进来 那我不知道 一走就要走20分钟 那个很远 特别是我又迷路了 那我要说的是说 你自己像这种环境 也是种树是你们学校种的 可是对我一个外边来的人 它带给我很多的这种喜悦 这种欣赏这个环境的 它就是一个外部性 它就是一个外部性 那污染本身呢 是我们经常来讲 它是一个负面的外部性 你污染空气 你污染 你污染河川 你乱到垃圾 那个就会对相关的 即使是不相干的 这些第三者都会造成影响 那所以呢 当有外部性的时候 通常厂商呢 它不会主动愿意 去做污染房子 我一排放就排放到 大气层里面去了 那我为什么要做污染房子呢 污染房子要钱的 那一般的厂商 它追求的最大目的 就是什么利润 所以呢 一般你如果不给它 任何的限制 或者是给它任何的诱因 厂商它是不愿意 去做这件事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OK 好 那 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 我刚刚已经讲了 当然讲了 没有配合这个讲 就是经济体系 如果污染它 整个生态会受到影响 那 我这里举的是一个 比如说温室气体的排放 那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到 这种 对我们整个环境 整个环境造成的负面结果 那我们一直讲说 这个大自然的反扑 反扑 反扑 回来是到哪里呢 反扑回来是到 我们的经济体系里面去 因为这个全球暖化 它会在 它造成的这个 气候异常 然后会造成我们 会对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 你气候异常 那 你看哦 像现在原物料 经常你会看到那个原物料 就 也不是下大雨淹水 然后就是这个干旱 所以那个原物料呢 本身 它的那个生产 现在就是 非常的不稳定 那 你如果欠 那个农作物欠收的话 那个整个 原物料短切 它事实上是会造成 整个物价的问题的 那所以 这个环境 它最后 它会回过头来 再回过头来 冲击经济体系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所以 国际的这个环保意识 越来越高 那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所以呢 厂商 它在这样的 一个情况之下呢 你看哦 国际社会 要求 要有环境保护的活动 那 这个 对厂商 它在执行 它执行这个 环境保护活动 它的压力就升高了 那 我们 这个 特别是 以台湾 像台湾这样子 一个导国的经济 我们是以 出口 我们是以出口 为 这种 经济发展的一个 很 很大的 那个动力 来源 那 很多厂商 它的产品 主要就是出口 那国际间呢 它会要求 它会要 它会有环保的要求 它会有各种 法规来要求 你如果你产品要进口到 要进 要进到我这个市场里面 那你必须要符合什么什么样的规定 所以厂商呢 它为了要做生意 所以它本身就有这种压力 那另外呢 国内 因为国际上的 国际上的这种 这种环保需求 那我们的环保的法规 也越来越严苛 那所以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 厂商它没有办法去避免掉 环境保护这个活动 我刚刚讲了 如果你不去 你不去管制 或者是 给这些厂商压力的话 厂商本身 因为污染这件事情 有很高的外部性 所以厂商它不会主动 去做污染防治 可是现在呢 因为内外国际 国内都有这种要求 所以厂商它就 它即使不想做 它就 它不能不做 那我们待会儿 我们会去看 它做厂商 好像感觉上 就是说 厂商去做污染防治 这样的工作 是很不得已的 因为会对它造成成本的压力 所以我们在环境经济学里面 就经常有这样的讲法 就是说 我要经济发展 我还有这个环境保护 那哪一个 哪一个比较重要 那个你不断的去生产 你生产的产品越多 你的经济发展程度就会越高 这个我们上次讲过 可是呢 也因为你生产的越多 你对环境造成的 这种压力就越大 那你要去做环境保护 我们刚刚讲 环境保护又需要成本 那这中间 你就有取舍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问了 环保它是不是一定 这里的那个关键 它一定是厂商的负担吗 我们这里就要有这样的 这样的问号出来的 那传统上呢 我们怎么认为呢 传统上在经济 我们经济学里面的传统上认为说 环境保护这个活动呢 会增加厂商的生产成本 那所以它会降低厂商的盈利的能力 还有会降低厂商的国际竞争力 因为我的厂商 你现在要求厂商去做污染防治这个工作 那厂商的成本就越高 厂商成本越高的话 厂商一定要赚钱的 那他就把这个成本要怎么 他就把它加到他的产品上面 那他的东西就比别人贵 那这个就会导致厂商 在国际竞争力上面呢 他们就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是 是有实证上的例子 在1990年代呢 欧洲有很多国家呢 都在提倡要去开征环境保护税 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把它叫做废 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废跟税 事实上从经济学它没有太大的差异 只是那个使用的用途上面 有一些差异而已 那这个在欧洲呢 有很多国家呢 他克增了这个环境税 那这个叫做绿色租税改革 就是欧洲很多国家 克了这个税之后呢 然后呢 他把这个税 我现在我克了环境税 那政府的收入增加了 那政府就把这个 因为他环境税增加 他就把这个增加的这个税呢 拿去抵减其他的税收 那这个东西呢叫做绿色租税改革 那1990年代呢 在欧洲推行的 很多国家都推行 然后呢 在德国就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 德国呢 他就对他的厂商去克税 那一样厂商克税 对厂商克税事实上 只是你要求厂商去做 污染防治的这个工作 最后就变成政府来做 可是是同样的性质 结果呢 德国克了这个税之后呢 本来是讲好 大家要克税 结果呢 他就发觉 他周边的国家都没有克 或者克的那个幅度比他低 然后他就发觉 他的厂商的 这个国际竞争力受到影响 因为他的产品就变贵了 那所以后来呢 他自己呢 他自己呢 他就回去 他看看不对啊 大家都不做 只有他做 然后成本加重了 最后呢 他就把他的环境税呢 降低 那个降低 而且他把那个环境税的项目呢 减少 所以这里 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但是 这个是比较传统上的 的看法 但是呢 以目前 以目前这种 我们这个 环境体系 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 那个温室气体的这一块 那都受到国际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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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视 那所以呢 一个厂商 他如果 他不做污染防治的话 这个 如果一个厂商 我们说 这个厂商 他是 特别污染 很严重的 那 通常 他会有一个环保形象的问题 这个环保形象的问题 在 这几年比较少 就这个 我十几年前 刚回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的 亦美 那个 我们的 那个亦美这家公司呢 他的那个环保形象就非常好 他环保形象很好 就是说 比如说他采购的时候 他会 他会去采购一些 对环境冲击比较小的 这种 这种原物料 然后呢 他的包装 然后他的那个 他的整个形象 环保形象很 很不错 可是这几年呢 那个环保的形象 好像就变 慢慢慢慢淡化了 那 如果 讲到 这个厂商的环保形象 你们对 我们台湾厂商 有哪些厂商的 环保形象 特别 好的或坏的 没有 没有特别的感 感觉 厂商 台湾厂商的环保形象 没有太大的感觉 这个 这个我觉得有些可惜 因为 因为事实上 厂商 他要去建立 他的环保形象 在国外的话 一个厂商 有很好的 环保形象 那个 他的产品 就通常会卖的比较好 因为 因为你在买 你在购物的时候 特别是像 像 像 在国外 我之前 台湾出去的时候 对环保没什么概念 可是后来我有了小孩 我小孩上学之后 我经常要去帮忙 透过小孩我去学习 就是环保这种概念 然后 很多 很多就是 家庭是透过小孩的教育 然后学习这种环保 环保的概念 那就会导致家庭主妇去买菜的时候 他会很注意 哪一些商品 他的环保形象比较好 所以 一个环保形象比较好的 那个商品呢 他会卖的比较好 所以呢 环保形象 就变成 就变成 事实上是变成 厂商一个竞争的重要的因素 他不再像以前 不再像以前 大家没有什么环保意识的时候 就觉得 好啊 那你这样子 你是台塑 好 那就台塑吧 你 我照样买你的商品 我们买的大概就是后段的 台塑的我们还买不到 因为那个太上游了 我们不会去管 中刚 它到底它污染了多少 这么 这些污染很严重的 这些厂商 它 污染很严重 我这里要讲的不是说 污染很严重的 这些厂商就不应该存在 我不再讲这个问题 因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原因 它们有它们存在的必要性 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 这些厂商 你污染这么严重 你有没有去做事后 我为了要生产 我污染了 可是我怎么同时 我来做环境保护的这个工作 所以在现代 在现在 一个厂商的环保形象 它变成它的产品的重要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因素 产品品质好坏 人家愿不愿意购买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可是这个东西呢 几年前在台湾 好像比较重到重视 可是这几年来 特别是 你看到连续什么金融海啸等等 我自己去拜访厂商 我前不久 我去拜访那个什么钢铁工会 水泥工会 我都被骂 它们骂到臭头 我最主要是要跟他们谈这种二氧化碳 有没有这种自动减量 这种规划跟议题 结果呢 我还没开口 我就被他们的秘书长连骂半个钟头 这样 因为厂商日子很难过 经济不好 我经济不好 我东西我已经卖不出去 我厂商都没办法生存 你现在你来跟我讲 我要做环境保护的工作 我生存都有问题 我怎么做环境保护的工作 所以这几年 我自己的感觉 这个环保形象呢 在台湾推动它有一点停滞 有一点停滞 没有像 就是感觉上是有一点停滞 可是在国外呢 它事实上它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们这里我还要再讲 我刚刚不是说降低成本吗 我去做环境保护的工作 我还会降低成本 那降低成本是降低成本 这一页就是要跟各位谈到的 就是说 那个降低成本的空间在哪里 这个我们也上个礼拜有谈过 就是环境保护活动 主要有两块 一块就是你污染了 那我去做环境保护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我要去使用这个自然资源 那我怎么样 使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可以提高 所以我对自然资源的那种开采不会那么快 我对那个自然资源它就不会那么快的折耗掉 所以主要厂商它的环境成本有这两块 自然资源的使用成本跟污染防治成本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环境保护成本 那在台湾我们比较重视的都一直是在这一块 我污染了之后 那我怎么去减少跟降低我污染所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比较没有在这一块 没有在这一块琢磨 这个是很就是可惜的地方 甚至你看我们台湾 我们的政府可能会为了一个六清 六清这样的一个工厂 那它盖六清就盖在云林 那云林的话是一个缺水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就来一个吉吉南河宴 然后这个水就直接送到六清厂房里面去用 我们甚至都做 政府都做这种工作 这个应该厂商自己去负责的成本 那怎么会是政府来全民来买单呢 那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些问题 那联合国有资料它显示 显示是说在生产的过程里面 厂商浪费原物料 浪费原物料 那它占厂商的环境成本的百分之四十到九十 这是联合国的资料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比例四十到九十 这个是因为不同的产业 那如果它没有去提高 它的资源使用效率的时候 它的环境成本事实上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是不同产业的特性 那有这样子这么高 这么高 所以呢厂商它去做环境保护这种活动 是可以去降低成本的 那这个它降 而且它降低成本的空间还很大 非常大 那只不过是说 它在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厂商它需要一本 企业环境会计账 这般企业它也不知道 我 你现在你去问这些企业 我敢担保 这些企业都没有办法 它不知道它自己 它在使用这个原物料 自然资源的时候 它事实上它浪费了很多的成本 那厂商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它没有一本这种账 环境会计账 环境会计账可以告诉厂商 对不起你现在 你的资源的使用效率很低 你资源 你的成本 资源使用的成本是多少 那最直接了当的就是 它用了多少电 它用了多少能源 它用了多少水 那这个都是直接 你现在你去问厂商 它可以告诉你说 我每个月交的电费是多少 我每个月交的水费是多少 那可是有一些厂商 它的水 它可能是地下水自己来的 我刚刚讲的 积极兰和宴直接水就来 那个水 那个成本都 对厂商来讲 它可能都没有办法真正去反应 那或我电 我电费 我就是这么多 那好 那你电费这么多 你有空间 你去减少你电费的使用吗 等等 那这些都是企业需要环境会计账的主要的原因 那 所以 企业的环境会计账 它要这里 这里 它要解决的就是说 那企业我现在我没有办法 我即使我不想做污染房子 我不想做环境保护 可是 不是法规 要求我要做 我的废水 我一定要处理 不到 这个排放标准 我没办法排放出去 我没办法放流 那 我 我 产品我要卖到国外 国外就是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 他们要做 这个环境保护 可是呢 你去问企业 你的环境保护成本有多少 一般的企业没办法告诉你们 绝对没有办法 那 这个企业到底用了多少水资源 用了多少能源 再生能源 它 它是怎么使用的 那 为了 就是不同的环保法规 它会增加这个企业多少成本 比如说我们 我们 这个什么 我们有这种 污水的房子 那 好 假设说 我这个污水的房子 我的标准改了 我的标准改了 我现在政府把它提高 那个理排放的标准 那提高了之后 对产业来讲 我到底 因为这个政府的这个法规 到底让我 增加了多少成本 那 我 我 那 我做了这些 环境保护的工作之后 我有多少效率 我有多少效率 那各位应该都有听过碳竹机这个名称嘛 碳竹机 有没有 最早之前我们叫做生态竹机 然后有碳竹机 然后现在也有水竹机 这个竹机最主要是在 是在衡量 你对资源的使用是多少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 我现在 我的这个工厂 我现在有节能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节能减碳的这个措施 我实施了之后 我本来在实施前 我的碳竹机可能是很大 那我实施了之后 我的碳竹机就变小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企业的环境绩效 因为我排放的二氧化碳我就变少了嘛 那我花了这个成本之后 我的环境绩效到底有多少 那这个都是企业环境会计里面 要回答的问题 那企业环境会计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要回答就是厂商 他在做环境保护这个活动 他到底花了多少成本 然后当然这个包括自然资源的使用 他花了多少成本 产生多少效益 那这个是企业的环境会计的 主要的这个 他的目的 那我这里 我这里引用的是国际会计师协会 他们对环境管理会计 这个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到 企业的环境会计 基本上有两个 两种 一个叫做企业的环境财务会计 一个是企业的环境管理会计 那这个对照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会计 叫做财务会计跟管理会计 财务会计是什么 财务会计就是 你做了这个会计的这个账表之后 你要向外去公告 要告诉 要揭露你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 管理会计是什么呢 就是我所有的那种会计 经过会计系统 我收集的资讯 我是在做 这个企业里面 它营运管理决策的时候使用的 那一样环境会计也有两个 一个是企业的环境财务会计 一样一样的 最主要它是在对外揭露 对外揭露资讯 那环境管理会计 跟管理会计一样 它最主要是在 是提供给企业内部 它去做它的营运 经营管理 还有它的环境管理 所需要的资讯的提供 那国际会计师协会呢 最主要的 它针对的 这个就是环境管理会计 它有一个环境管理会计的指引里面 它说到 就是说企业的环境会计主要目的 是以财务会计和报表的方式来评估 跟揭露这个企业 它的环境相关的资讯 财务资讯 然后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企业环境财务 财务会计 那管理会计呢 它就是利用环境管理会计的内容 评估跟揭露 这个环境相关的财务 还有实物面的资讯 所谓财务很容易就是货币是很良单位 那实物面的资讯就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讲的那个碳足迹 你事实上你就把它转换 我就变成 我就变成我排放碳多少 那实物面我也可以说 我这个产品 我用了多少的再生能源 我用了多少的能源 那这个都是实物面 所以管理会计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是连结财务跟实物面 然后企业的环境会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要连结国家层级的环境统计系统 也就是它必须要 最后是必须要跟绿色国民所的帐连结 那这里呢 就是我这一页跟下一页 有一段是有一点重复 那我这里我先不讲 我先不讲这一块 企业环境会计 如果按照日本环境厅 它的环境会计里面 它有企业的环境会计 有三个面向 三个面向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环境保护我需要成本 所以这个成本到底有多少 那这个的话就是用货币去衡量 然后还有一个环境保护的效益 是食物来衡量的 这个效益就是我减少 比如说我减少水资源的使用是多少 然后我减少我的污染物的排放是多少 等等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环境保护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那这个是用货币价值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 好 这个地方我想跟各位解释一下 环境保护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这个我自己学经济的话 我是很不赞成日本环境金 他们的这种用力 因为经济效益在经济学里面 它的那个范围是非常广的 可是它这里要讲的事实上是财务的利益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做废弃物的回收 那我做废弃物的回收 我有些废弃物我可以卖 那卖了之后呢 它不是成本 它就变成我的收入 厂商它做一些 做一些环境保护活动 它事实上是有收入的 那比如说气垫共生 那原来是一个废弃的问题 可是呢 最后它就可以产生电 那你可以卖的 所以呢 对厂商来讲 就是说 它做环境保护呢 有成本没有错 可是呢 它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有收入的 那这个东西讲的就是那一块 可是呢 日本环境地益它用经济利益 这个是有一点会搞混 事实上 事实上它就是环境活动所产生的收入 的收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比较清楚 那 这里 这里跟刚刚的事实上是一样 我们的这个 企业环境预算是要去确认 我是确认 为什么要去确认呢 哪一些东西它可以算是环境保护的成本 哪一些不是 哪一些是哪一些不是 所以你要去确认 这个东西呢 跟我刚刚看了一下各位今天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问得很好 就是说 为什么看起来好像 反倒是那些比较小的公司 那个做环境会计的纳入 这个环境会计的比较多 反倒是那些大的企业污染性很重的 那反倒他们的 他们去做环境会计的这个变 这个比较少 那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哪里 其实像中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刚它的那个制程 它的那个制程 它一个厂 事实上就比外面 外面一家中小企业的工厂要来得大 那它里面有十几个厂 那个整个制造的流程 不是环境经济学家很快可以去identify 就是我们没办法去确认 你要知道这个流程 那你从流程里面你才知道说 哪一些你的哪一些设备 你的哪一些这个活动 它都可以算成是环境保护活动 那你要先去确认 从它的流程里面你要去确认 那你才知道说 那这家公司它的环境保护成本有多少 有多少应该纳入 多少不应该 所以呢我们要去确认 确认了之后 然后你要去衡量 好 这个是属于环境保护成本 那这个成本有多大 我们要怎么去衡量 那这个 那它衡量的 这个所衡量的就是环境保护成本 环境保护收入 环境保护的效益 它去确认跟衡量这些东西的会计架构 我们就叫做企业环境会计 那成本跟收入是用货币衡量的 那这个效益 环境保护的效益是用食物衡量的 所以呢 对很多会计的人来说 会计的人就是我们都说他算账算账算账 所以他接触的就是什么钱 货币单位 你如果现在说 不对 你现在有一个会计系统 你要有食物单位的这种统计 那对他们来讲 这个就是 是一个比较新 那可能他们的就是 就是会有一点隔阂 就会产生 那再下来呢 再下来我们要看 企业环境会计的发展动力 我刚刚已经讲了 这是外部性 没有压力的话 厂商绝对不会去做 那厂商为什么要去做 那我们看这个动力 我们看了以后就知道 我们待会回过台湾就看 那台湾为什么 这几年推动的效果那么不好 环境会计 他要接入的就是厂商的 环境成本 环境效益 环境收入 这些资讯 那他可以 他可以告诉人家 就是说 比如说 我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 污染性很高的厂商 那但是呢 我可以 我可以去告诉 我可以有资讯去告诉 我的下游的买家 说 我的制造过程里面 对 我会产生很多的污染 可是产生了之后呢 我制造这些污染之后呢 我占尽我的义务 我的社会责任 我去做了污染防治 这一件事情 所以呢 他可以去告诉他的买家说 我花了 我真的有做 我花了这么多的成本 去做环境保护这个工作 所以呢 这个 你就可以透过环境 环境会计的资讯来说 所以呢 我们就看 这个 厂商为什么要做 第一个是来自利害关系人 跟这个厂商 有利害关系的 这一些所有的人 的压力 那这其中包括 员工经理人 不是 利害关系人呢 有两种 一个是公司内部 跟公司外部的 公司内部的话 就包括 员工经理人 公司内部的员工 为什么会给 会给老板压力 说你要做污染防治 你要做环境保护 为什么 呃 因为 因为你们 你们大概没有 没有去接触过这个 呃 在 在我 我 我还是年轻的 那个年代里面 我们台湾很多工厂 很多工厂 他的 他的那个 这个 环境保护的活动 做得很不好 甚至公安等等 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你会让 你如果你这个生产的过程里面 你是会产生污染物 那对员工的身 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 那你你会 如果有选择 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工作 所以内部的员工 经理人同样 你我我我在经营 我在可能 我我需要 我需要有这样环保的形象 哦 那这个 就是 我们是下课了吗 哦 好那那我们 我们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 从这里再来 那我们 我们再继续哦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这个 厉害关系人的压力哦 那我们看看 刚刚谈了那个 内部的厉害关系人 我们看一下 外部厉害关系人是谁 管制单位 这里指的是政府 政府的管制单位 环保署它当然care 你这个厂商 你有没有做污染防治 那这个很重要 股东 股东也是 我这个 我公司的形象好不好 在权人也是 你这个公司会不会赚钱 你这个公司会不会是因为 你这个环境保护做得很差 然后 那个会影响 影响你整体的形象等等 环保团体 这个环保团体的压力可是大 这个环保团体是那个 还有供应商 消费者 你看这个供应商跟消费者 这个就是你们上个礼拜 有人问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产品 我们的产品是 就是 它是 就是产品它会有不同的生产阶段 那不同生产阶段 那你怎么去算它的环境会计 那这里也是 你供应商消费者 我东西卖给消费者 消费者 他当然很在意 你到底有没有 供应商特别是我 我这个供应商 我供应商 我供应的是 你的投入 那你的 我供应你的投入 你有没有好好去做 这个相关的环境保护 那这个跟供应商 特别是大的供应商 它可能它 它会非常的这个 像那个 比较 供应链的上游或者是下游 比如说像我们7-11 7-11它是一个很有力的通路 非常有力的通路 它是接近那个使用者端 可是呢 它对它的供应厂商 它就很有power 它有很大的控制的能力 它可以要求它的供应厂商 你一定要做到怎么样 我才会卖你的货 你的货才可以上架 所以这个整个供应链 它这里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一般大众 一般大众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那下面这个 大家就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去做 这个污染 污染防治这些东西 可能会带给厂商 很大的成本 非常很大的成本 下面下面我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例子 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个 那个是利害关系人的压力 那另外来自于 企业本身的需求 第一个是企业 它要做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 所以它的支出很多 必须要有资讯来供应决策使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国际间 国际间所谓的这个产业在绿色竞争 就是国际间现在有很多的指令 比如特别是我们要销到 销到欧盟的 销到欧盟的很多的产品 都有相关的规定 那你这个规定 你必须要做到 它的要求的话 你这中间就有很多的环境保护活动 在里面 那这些环境保护活动 它到底有多少成本呢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 这个环境会计的话 根本不可能知道 台湾永光化学公司 这个是台湾第一家 引进环境会计的一个企业 这个算是一个中小企业 那虽然它上市 可是它还是中小企业 那他们呢就曾经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是在做染料 那个颜色的那个叫染料 那那个染料他们是每一批次 每一批次的做 因为你不同颜色的染料 那个要批次在做 那他们就曾经呢 有这个也是欧洲 欧洲的欧洲他们要去 OEM一个一批 然后他要接订单 那欧盟呢 他的环境的要求呢 本来就比较高的 那他中间他有一些 环境保护的那个要求 所以呢 他们第一年呢 还没有做这个环境会计的时候呢 他们第一年就最后就不接 为什么不接呢 因为他不知道接了这个东西 花了这个环境的成本 他们到底会不会赚钱 所以呢 第一年他不敢接 那因为有第一年的这个经验 那后来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永续发展协会 企业永续发展协会 那企业永续发展协会呢 他们就在推 推这个环境会计 那永光知道呢 就开始就开始说好 那我们 我们愿意来 做你们的白老鼠 来做做看 做了之后呢 他第二年呢 同样的这个订单呢 他就去做分析 然后分析呢 因为他他有很多不同的要求 结果呢 他里面 里面呢 他可以把它分析出来 就是说 这一批 就是这个 这个标准的 我是赚钱的 这个标准 我是没有赚钱的 所以他就整个去 整个去分析 最后呢 他最后决定 还是没有接单子 因为最后就分析出来说 真的 他们如果照这样的话 他们接的这个单子 是会亏钱的 所以这个 这个永光呢 他们有很多的故事 就是用环境会计呢 来做他们的决策 他们有很多的故事 如果未来有机会 可以再跟各位分享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 企业经营管理 还有他环境管理 他相关的资讯 都可以透过 这个环境会计 因为企业现在 越来越多的需求 他要去做经营管理 跟环境管理的这种事 你如果上网去 有个同学 有同学也问到 7-11 刚刚讲到 7-11 它是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很少数 在服务业 服务业里面 引进环境会计的企业 那你会说 7-11 7-11有什么 有什么 环境保护活动 有什么污染的 污染防治的措施需要做 那为什么7-11 它要去做一个环境会计 那 他们有 其实他们有很多 他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冷藏 冷冻的地方 冷藏冷冻的地方 是他们耗电最多的 耗电最多 所以呢 他们做了这个环境会计之后呢 他们可以去分析 逐项分析到 它的那个每个店面 每个店面的 它不同的设备 它用的这个能源有多少 也就是它的电费有多少 然后自己可以去做一些分析 分析之后呢 它可以在日常的操作上 就是那个 它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然后来改变 那像这个都是 都是企业去使用环境会计的例子 那 在接下来 我刚刚讲 日本是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来 我们来看 日本 它的环境会计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环境保护成本 效益 还有 就是经济效益这里 应该改为财务效益 这里讲过 他们也是有这三个层面 那我们来看 日本的企业环境会计里面 它的环境成本有哪些 第一个是 企业的营运环境成本 这个就是说 企业它为了要营运 跟它营运有关的 相关的产生的环境成本 都包括在内 比如说 我就是生产汽车 生产汽车的过程里面 那我造成 我造成一些污染 那我去做污染防治 那污染防治的成本 就会包裹在这个里面 那这个里面呢 还包括一个 还包括一个 它另外还包括一个 就是像这种 温室气体 这种全球性的 这种东西的防治 它另外把它归类出来 什么臭氧 这种 是全球性的 大尺度的这种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的工作 它有另外 另外去归类 还有 还有这里 产业上下游的环境成本 你的供应商 你下游的 你的买方 那个卖你东西的人 所以这里 它的那个 那个环境成本 那这个上下游 上下游的环境成本 比如说 你为了要卖 卖你的那个 那个产品 那你卖你的那个产品 你要让 你要让它 那个 你的产品的使用者 它的 比如说 它的废弃物 它可以减废 那你可能 你会有一些措施 那这个措施 就变成你的成本 那另外有个 所谓的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 研发成本 还有社会活动成本 跟补救成本 其实我在下面 我都有 我都有一个一个的 这个解释 这个就是 企业的营运 营运环境成本 上下游环境成本 然后再下来 就是环境的 行政成本 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 你可能 你有一些 环境的这种揭露 环境资讯的揭露 这个是属于 你跟外部沟通 你告诉人家 你的一些环境资讯 这些都是你的 那个 行政成本 研发成本 而且是在 研发是对于 这个环境保育的 这样的工作的研发 不是企业本身的 生产的研发 然后这个 活动 这个 社会活动成本 就是比较跟你营运无关的 跟你营运无关的 这个部分的成本 补救成本 就是你把人家污染了 那你怎么去 恢复 恢复这个 这个 这个环境 特别是 你不小心 你把那个废水 排到 排到那个 河川里面 那你 你怎么去 清理这个河川 那个就是 所谓的补救成本 那还有一些 其他的成本 那这个 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社会活动成本 社会活动成本 包括 你 你那个 社区 你可能 你有一些臭气 等等 你会排出来 那你 你可能 你给社区的 一些补偿 这些都是算在你的 环境保护成本里面 那这个是 日本的 日本的企业环境会计 它里面 它有分 这不同的成本的分类 那我刚刚有讲 我 我自己对我们的 企业环境会计 企业环境会计 我自己有一点 我还是有一点疑虑 那但是呢 这个是我几年前 也不是几年前 一两年前 我自己我认为说 我们在建构台湾的企业环境会计的时候 它必须要符合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不知道后面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 这个是我上个礼拜 我有画类似的图 就是我这里有个生产活动 所以我有一些投入 那我的资源投入呢 这个是跟我的 我这里有一块 这一块 就是用这个虚线把它刮起来这块 我把它叫做企业的环境活动 企业环境活动有两块 一个就是 我的投入的这一边呢 我怎么去管理利用的这个活动 那我生产出来 我有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我们要消费 其实这些都是在经济体系里面 那这个是环境 那有各种的排放物 所以企业它会去做污染防治 它会去做这个资源管理利用活动 所以企业呢 它有这两块的环境活动 那这两块环境活动呢 它会相对应会产生厂商的成本 所以呢 它有这个成本跟这个成本 那这两个成本呢 我就把它叫做环境成本 那因为企业有这个环境的活动 它会有实质的效益出来 在环境保护这里 你就会 我不应该讲实质效益 就是说它有一些效益 效益它可能是 有些是实体的 是食物的 有一些是财务的 它会产生一些收入 然后它会有一些实际的实体的效益 那资源这里也是 所以呢 整个我们在做企业环境会计的时候呢 应该掌握这整个流程 然后再归类 你看哦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日本的这个环境成本 那个六大类 它比较都在这里 它都在这一块 然后到这里来 这一块 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 它没有这一块 日本的没有这一块 那还记不记得 我们的绿色国民所的帐里面 有很大一块是在这里 所以呢 我当时建议 我们的企业环境会计里面呢 必须要掌握这两大 这两部分 可是呢 后来我就看到 这一块又被拿掉了 又被拿掉的话 那我们绿色国民所得帐的 有关资源的使用 资源的使用 那个就会补不起 永远补不起来 那这里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那所以呢 我把刚刚的 我把刚刚的那个呢 我这个就是 用另外一个形式表示 那有成本 那也是有两大块 那效益也是 有一个是财务 有一个是实务的 有这样子 那这个应该才 我觉得这是应该 我们的环境会计 企业环境会计的内容 应该照这样去做 那 至于就是说 你看哦 我们看到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 日本的这几块 它都是在 它都是在这个 行政成本就是 你因为这个环境保护 你就跟人家沟通的 一些成本 那这个是 这个比如说 你去社区做一些绿美化 或者是人家 你不小心排掉 那个废计 你去补偿 等等的 这个都在这里 那这个基本上 都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不一样的 那我这里呢 再做一个 这个大概就是 基本我要 在这两堂课里面 传达的就是 我们有两大块 绿色国民所的 跟企业环境会计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 具体告诉你们 这两大块的 环境会计的内容 到底真正在做什么 不过我想主要 我们为什么要有 环境会计 它的功能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产生 等等 那所以 我这里就是 做这个结语 你还是要把 绿色国民所的账 跟企业环境会计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 你要了解 其实另外这里 这里有一个重点 我想要跟各位谈 就是说 比如说企业 现在它在做污染房子 某某工厂 它做废水处理 然后处理之后 它才把它排放出去 那它处理这个废水的时候 就有废水处理成本 这就是它的 环境保护成本 可是这个厂商 它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厂商它虽然是在做 废水处理 可是废水处理它 它是环境保护活动 相对的 它也是厂商的经济活动 因为我做废水处理 我就是要去买设备 我就是要去买药品 我就是要雇用人员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活动 那这个经济活动呢 就是它如果做得多的话 厂商的这个成本就越高 那在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 绿色国民所得帐里面有一个叫做内部卫星帐 它的这块内部卫星帐里面的环保支出也会越高 也会越高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经济体系里面已经在进行的活动 它是跟环境有关的活动 那它必须要被记录下来 那在国民所得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的会计里面 以前都分不出来 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把它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我们就知道说 我这整个国家我整体的环境保护的支出是多少 它可能是占GDP的2% 那我们就说我们生产的100块钱里面的 这种附加价值有2块钱是拿来做环境保护活动的 那企业也是我赚我营业额 我这个卖100块钱的这个营业额里面 我可能我有2块钱 它是属于环境成本 你们知不知道像鸿海等等的这个高科技的厂商 它的利润率有多少吗 你们知道吗 非常低 老师说不高 非常低可能都在2%以下 2%以下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你那个 你如果那个自然资源的 那个资源使用下率 原物料使用下率 它占环境成本的40%到90% 那如果 那个污染防治 环境保护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那它的成本 你看2% 如果是2%的话 就比 它只要在这里节省一下 它的利润率就可以提高很多 就可以提高很多 所以 所以这些厂商呢 我觉得他们是在 是在 没有去正视那种环境的问题 而且可能外面的压力还不够大 还不够大 然后再来 企业环境快计 它可以提供内部管理跟营运的信息 然后它也可以去建立很好的 这种建立形象 可以去建立形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 绿色国民所得账的内部卫星账里面的环保支出 产业环保支出 它主要是来自于产业调查 那如果企业没有环境会计 企业环境会计的话 它就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它的环境 环保支出的这个数据 所以呢 我们如果未来要编制一个有品质的绿色国民所得的话 那这个企业的环境会计是必须要建构的 这个是从整个资料的过程里面来看 没有企业的环境会计 那个绿色国民所得永远编不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另外我要简单的提一下 就是说七八年可是台湾去编 企业环境会计的企业加速不高 那我这中间我在过去 我也曾经辅导过 辅导过厂商去做环境会计 其中有很大的厂 很大很大的科技的厂商 那很大科技厂商 他们去编这个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说 最主要就是外面的压力 要他们提供环境资讯 然后呢 有一些厂商他是因为他要投资 然后他环评通不过 环评上面就通不过 然后环评 那个委员上面写的就是说 你要去提供你的环境资讯 你要编制企业环境会计 然后提供环境资讯 然后这些厂商呢 他最后他就说好 那他要做 可是真正在做的时候 他就是要应付 所以他也没有真正在做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事实上 是我刚刚讲的 我在整个生产流程里面 生产的过程里面 我哪里我会出现环境 需要有环境保护的活动 那个地方才会产生环境成本 那在做环境会计的时候 特别是很大的厂 当他的制造流程很困难的时候 事实上他要去做 企业的环境会计很难 中刚花了很多年 他们曾经找某一位专家去帮他弄 可是那个专家 他不懂得制造流程 所以后来他们弄完了 他们还花钱 弄完了之后 就发觉他们花了这个时间 花了这个钱 可是他的东西出不来 然后后来他要出东西来 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吗 他们的会计部门 手工 手工一个一个腾 然后他们是 他们的厂很多 他们的那个会计的资讯很多 他们是从那个一个一个腾 然后一个一个算 就是他没有把它建构 涵盖在他的整个资讯体系里面 所以中刚有 他们明知有 可是他们现在 至少我去访问他们的时候 那时候有跟他们 做一个小小的诊断 然后有建议他们去做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做得怎么样 可是那个整个 你要真正做完整 你要知道那个流程 你必须要有工程的人 你必须要有环工的人 你必须要有经济的人 你必须要有财务的人 你需要有现场工厂里面的人 所以呢建构这个它是一个 即使在企业里面都是一个跨部门的工作 那在推动上就有很大的困难 除非是我看几个比较成功的都是他的总经理站起来 这边都是董事长出来 说我就是要做 那你每个部门都来做 这边如果是环工部门说要做 然后他就一直要去拜托 那个会计部门 一直要拜托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谁理你 没有人理他 所以那种不是从上面下来的 通常他们做得很辛苦 而且成功的几率也比较低 所以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 企业环境会计推动不是那么容易 那其实各位 我很希望就是说 你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 你们未来可能出来 你可能是一个业务员 你可能是一个设计师 所以说什么你要有这种绿色的概念 那这种绿色概念如果在你的心里的话 未来我想有很多事情它就会不一样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这两个礼拜的课程 那中间是真的有比较难懂的地方 不过希望概念是清楚的 那很谢谢大家的这个坐在这里 听这个课 谢谢 因为现在是这个 我们第一位是这个气管系 曾延宁同学 这三十秒 那我想请问的就是因为中小企业规模比较小嘛 然后他们组织内可能比较缺少专业人员 那在这个条件下就是如果他要推动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话 就是可能比较困难 那如果就是政府就强制的就是利用法规来限制说都要建立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比较不公平 谢谢 其实我刚刚我事实上最后我有谈到 就是一个企业里面他要建构环境会计的话 事实上是需要企业内部 他的那个跨部部门的整合 因为只有会计人员 他会计人员不懂得还工 会计人员不懂得环境保护这种东西 你去问会计人员 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要做废水的处理 那你买了一个设备 那个会计人员到他那里 他就变成设备投资 他不会管你你这个到底是要生产用 还是要来处理 那个那个出这个什么污染防治用 所以会计人员即使是大公司 都不见得有这样的专业 那不见得有这样专业 他会计人员本身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一定是要跨部会 那你你你这里是说 组织很小 那个组织很小的那个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你那个组织很小 你要到没有会计专业人员这样的话 那可能是家庭企业的会不会 那对于那种很小 就是说公司里面 我可能十个人不到这样的公司的话 那他是不是有必要去做环境会计 因为环境会计的话 通常我们会鼓励说 你那个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厂商 你要先做 那可是呢 你自己对你的 如果说你是一下店面 就是卖什么 你大概没有太多这一类的问题 那你需不需要大动干戈的去建构一套环境会计 这里是需要评估的 那对于那些没有到说那么小的 那我这里我真的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当时接环保署的计划 马上就去做环境会计指引的原因 因为你就有所寻 你有一些你可以参考 你可以悲伤的 那未来我觉得可能有一个 必须要有一个咨询小组来协助 就是说他们在过程里面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环保署或者是工业局 经济部这里 他有一个咨询小组 他可以去解答这些问题 然后未来或许在推动的时候 然后还要有一些教育宣导 这样的东西 谢谢葛老师的回答 我要提秀的就是 要订这个regulation 或者是要订定定定型点的工具 企业的大理 企业的分类 像化石业 钢铁业 或者是水泥业 这个产生的碳度更多 所以这些才能够先做 我们第二题是 就是那个数学系的财成率同学在哪里 也是30秒左右 不过老师好像有回答 30秒左右 所以 OK Good 然后这个物理学系 sorry 我这个很critical we got 10 minutes 同学想到先走 物理系 陈伟佳 陈伟佳 伟佳 请30秒 就消耗 就大声的就好 一段这个 你金融业主要就是在玩钱的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钱的东西跟环境的污染 或者是环境成本车上关系 你要去计算那环境的东西 那个在金融业 其实你如果 你如果注意去看我们上市上柜的公司 他的财务报表下面 都要揭入他一些环境的资讯 你们注意去看 那回到金融业的话 金融业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 比如说金融业他经常他会贷款给厂商 那我们大概一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在推动这样的概念 金融业在评估 你应不应该贷款给这些厂商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考量他的这个环境的因素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厂商 你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污染 就是说你有那个环境保护的这种活动做得很好 那你可能你需要有一个环境会计 来提供你这些资讯 那这个是我银行我在评估 我要不要贷款给你的一个条件 有 那那个刀仲使 那个像刀仲使也是 也是有这样子 那银行本身不需要对自己做环境的会计吗 对 银行本身的话它可以做 它可以做 就是这个是对 这个是两个 我刚刚讲的银行 它在那个它可以去要求 那银行本身它也可以做 可是银行本身它就是 它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是属于服务业 那服务业这里的话 它到底就是说 这个银行它做 它必须要去看 就是说我做了这个环境会计之后 对我的整个决策 有没有重大的影响 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 我银行银行它的污染到底是在哪里 哪一些地方它需要 它有所谓的环境活动 对 那我的感觉是说 像priority的话 从国家的角度的话 还是应该先去抓那几个污染性比较高的 对 那个比如说你银行跟航空公司来讲 它都是服务业 可是我可能我会建议 你航空公司可能先做 因为那个航空公司那个飞机一飞 那个污染是很大的 那可能就需要 好 航空公司 他们现在的目标也是 caro 他们就是因为 对 对 OK 那我们第四个问题是 也是气管系的那个陈亚军 陈亚军 对 对 想什么老师说 我想老师说 未来如果 就是民众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绿色会计有没有办法做到 在这个商品上面 购乎民众 他购买这个商品 就可以接受这个会计 对 没问题 这个 光是绿色会计 就是 企业的环境会计 这个部分 那要看你厂商所收集 我们刚刚不是有很多食物的部分吗 你那个食物的部分 如果你做得很好 譬如说 譬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永光 这样一家公司 他不是每次 他就是做那个染料 那批次出来 他可以去算出来说 我这个 譬如说我每一顿 我用多少水资源 因为他那个 他那个是 那个用的水是最多的 废水 他可以做到这样子 可是呢 你要做 如果要做到说 大家是有统一的 统一的那种标准去呈现的话 那这个就不一定 那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说 如果那个厂商他执行的很彻底 那他是有办法去提供很重要的 那个资讯出来 那如果是 我们是以所有的厂商来说的话 那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碳足迹 他未来可能就是大家都是以碳足迹来呈现 碳的这一块 那其实像我现在 我就在做水足迹 我觉得水足迹也是 我也很快就是说 我这个产品 我的水足迹到底多大 那个东西都可以去做得出来的 那 这里恐怕还要跟 还要就是从环境会计的角度 可能还要跟物质流结合 才有办法真正去做到这样子 OK 是 就是说 基本上包罗万象 那接人标章 比如说我们冷气机 现在有那个电压机 所以他这一个温度的控制 他不是一直在弄 像冰箱有时候 这些都是在工程上可以设计的 那有那个 比如说新的冷机机的话 确实有接人 然后他像这种 就是有接人 那其他你 那个绿色标章的话 因为不同的商品 可能要求的又不大一样 所以随着实在的引进 然后会是无限的发展 OK 那第五个问题是 我们资工系 班中泽文系同学 班中泽文 班中泽文 今天没有来 OK 继统各一致 那我们skip 到化学系 三晚七同学 三晚七同学 消耗 就大声讲 我想要问说就是 那要给他一下 他那口容 没那么像老师这么stor 就是政府可以把就是 绿色环境变成强制的一个活动 就是让企业可以选择说就是 能要花钱去做好环境管理 还是就是要让政府课税吗 对 这个东西比较像是在政府在做污染的管制 它跟我们环境会计稍微比较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缴了税之后 那个是厂商的一个环境成本 他必须要在税里面去呈现 会计里面去呈现 但是呢 但是你刚刚的问题事实上是比较属于说 政府他要出来做这个污染的 污染排放量的控制 那他可以用管制 直接管制就是说你不能排放超过多少量 那你也可以用课税 那其实这个都回归到我刚刚讲的 污染它是有一个外部性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课税呢 就是说你要让厂商他会去考量那个外部成本 你对别人造成的那个损害的成本 那可是厂商他不愿意去考量 所以我政府我就用税的方式 我现在就课你税 你排放的多我就课你越多 所以你会逼厂商他会去做污染防治 那这样的结果呢 他会去减少厂商自己 就会主动去减少污染的排放 那管制的话是政府就定一个标准 你不能超过多少 那从经济的观点 从经济的观点 课税它是比较有效率的 因为他有经济的诱因让厂商主动去做这件事 那管制的话通常在我们的环境经济学里面就是 管制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污染防治的方法 因为在欧盟尤其是德国 他基本上奖励好像会几乎 他订了很多法会 他领导在世界的潜流 他是奖励跟那个处罚 比如说你如果有人规矩 他比如说这一个你接人多少 结果他超出 企业超出 他会奖励他 那在美国的话 大部分又没有出发 他就是每个月定下 你没有达到 排放物没达到 他就出发了 那当然就是在台湾 台湾也有一点点 所以这个还是 这个还是就是在进行状况 那我们应该还可以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想是介绍杨子英 那个 子英在哪里 对 老师回答你 好 那大纪歌协力王 张文杰 知讯管理系 吴正主 那因为中国文学系 这个是比较少一点的 那他也有点哲学 先学下来 这一题 魏宏宇 魏宏宇系 魏宏宇同学在哪里 有没有来 那老师帮他问一下 那个 魏宏宇同学有没有来 是没有来 他主要也是有一点 我想这个独立思考 这个文学很非常重要 他说企业环境跟武器 报告 背后代表的正实物理 他就是发行 他提出一个致意 就是说 这实际状况 可能有天长的致命 那是企业文化的形象照射 还是社会责任的报告 那他的意思就是 他们快饮料 那基本上 如果来看待 就是说 这种 这种做 TGY的环境 環境 这个 律政公司 能不能再增加呢 那个 如果 如果以企业的 企业的环境会计的角度来讲的话 事实上就跟我们的会计制度一样 你说有没有厂商去逃漏税 他做出来的很漂亮 他就是赚这么多 他就是赚 他如果要给我们这种 比如说 古民去看的 他可能会做得很漂亮 给政府去看的 不一样 有好几套账 那问题在于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企业在做环境会计的时候 他也是只是一个美化的结果 那我的回答应该是说 这个是企业自己本身 这个本身的问题 那企业如果他建构环境会计 只是要去美化的话 那他根本没有办法达到 他自己企业里面 所谓的环境管理的这个目标 所以 他有可能是美化 但是这个美化 从我们的这个角度 环境会计的角度来讲 他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这个是跟现在的其他的问题一样 他这个不是说 那我们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我们就不要去推动环境会计 我想也是各个整体面的 产生的效益才是唯一 那我们今天 再一次非常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所谓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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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